大波妹子荒野求生到底有多刺激 看看这半夜被一群辣条给当做取暖气的羊呢 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危险了 就连跟着妹子求生的猴子都被吓得不轻 不过跟着大波妹子荒野求生有危险 那自然也是少不了有很多福利的 这一点的话 小猴子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啊 在这荒野之中 姚妹可以说是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早期的时候不仅是化身蜘蛛精 打造出了空中蜘蛛网庇护所 还利用大量的树藤编织了一个空中的鸟巢 就这一手庇护所打造技术 那真是麻雀啄了牛屁股 确实牛啊 看得直叫人嘖嘖称奇啊 不过荒野之中的危险可是不少 这一次的狗子 那是差一点就成为了辣条的粮食了 再次回归荒野生存的姚妹 似乎是胖了不少 应该说是丰满了不少 带上了狗子和猴子的她 在丛林之中继续前行 准备寻找一处好位置 打造一个比蜘蛛网庇护所还好的空中庇护所 然而天不遂人愿 这才走了一个多小时 暴雨便毫不留情地下了起来 好在姚妹还是幸运的 在附近发现了一处石洞 正好可以带上狗子和猴子 一起在这里避养 不过丛林之中的危险可是不少 必须时刻小心 就像是猴子发现的坑洞里 姚妹竟然看到了两只个头巨大的蝎子 不过对于姚妹而言 那是丝毫不惧蝎子的 毕竟之前炭火烤蝎子可是吃过不少 此时的姚妹 由于四点就早起出发的原因 可是没有睡好 干脆就在洞内好好地睡了一觉 直到一个小时过去后 暴雨停了袭来 这才被狗子的叫声给惊醒 随即想着狗叫的位置前去查看 毕竟这般的叫声太过异常 而随着姚妹发现了狗子的身影时 好家伙 只见旁边的洞口处 竟然有一条辣条 怪不得狗子被吓得躲角落里面狂吞 姚妹也指得赶紧地将狗子抱着远离洞口了 不过辣条的运气不错 今儿姚妹还要赶路 不然的话 这条辣条大概率要被作为九转匹匹上 一番赶路之下 又好好地补充了不少的水 以及安抚了狗子之后 这一次 姚妹总算是寻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用来打造她心目中的空中庇护所 这里不仅是背靠着陡峭的山石 而且还有这大量的树藤 绝对是编织空中庇护所的极佳材料 尤其是随着姚妹爬上陡峭的石壁后 上方的树藤更是多不胜数 而且长度也是十分的不错 因此姚妹可是从上面搜集来了大量的树藤 毕竟打造一个空中庇护所 所需要的树藤量可以说是十分的多 趁着姚妹收集树藤之际 猴子还在一旁愉快地玩起了倒挂金弓 不过猴子不知道的是 自己竟然被马皇给咬了 好在姚妹发现的吉时 不然可是有的她瘦了 想要打造一座空中庇护所 那么一个基础框架可是不能少 而且还要牢固 毕竟空中可不是闹着玩的 因此姚妹先是利用粗大的树藤 缠绕出一个直径在1米56的圈来 并且利用细树藤 开始将交错的位置处 密密麻麻地缠绕上树藤 作为固定用的绑扎物 当然直径1米56 对于姚妹的身高来说 这个长度还是有些紧凑 因此接下来姚妹又在上面绑扎起了几根长木棍来 绑扎的时候姚妹便开始压缩起圆形木棍 将其挤压成为一个椭圆的形状 如此一来 长方向上的长度就会比之前的圆形直径长上不少 足够姚妹躺着的了 至于绑扎上的木棍部分 多余的位置处 那自然是要一一地锯掉的 这部分活迹可是大波妹子姚妹的拿手活迹 必须好好地学习学习 基础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如何将其挂在空中了 只见姚妹搞了一大堆的树藤 先是将树藤绑扎在了倾斜的树木之上 由于绑扎的树藤可不是只有一根 而是有着七八根的量 因此接下来便可以将每一根树藤 分别地绑扎在底部的椭圆形圆盘的不同位置 如此一来 一个顶部聚集在一起 下方则是放射状地发散出去 连接到椭圆底盘的框架便完活了 而接下来只需要将其进行完善 便是一座漂亮的空中庇护所 至于完善庇护所的材料部分 那自然是姚妹手中的树藤了 只见姚妹先是利用手中的树藤 布置起编织的七点 接着便开始大力编织起来 编织的方法也是最为基础的十字编织法 但是树藤可不是竹子 编织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 尤其是折返的位置处 处理起来就要麻烦多了 不过这些难度在荒野老炮姚妹的眼中 那基本上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的 就是花费的时间要比采用竹子编织长一些 随着姚妹身体不断的晃动 下方的编织物也是逐渐的成型了 最终姚妹直接编织出了一个椭圆形的编织物出来 此时的编织物边缘处 还是有着一些树藤突出的 因为姚妹那是手起刀落 先将其剧除 接着又轻松的卷起了编织物 看起来这块编织物还是比较的柔软 从编织物的椭圆形来说 那自然是整个空中庇护所的垫子部分 姚妹将其铺设上去 看起来尺寸上那绝对是严丝合缝的 不得不说 姚妹这一手编织技术那是真的很不错 将垫子铺设完毕之后 姚妹便美滋滋地躺在了上面 试了是舒适度 而在附近的猴子健壮 那是快速地调了回去 美滋滋地躺在了姚妹的身上 不得不说 真是不陷鸳鸯不陷险 只陷猴子的每一天啊 稍作一番休息之后 紧接着姚妹要开始了接下来的工作 打造空中庇护所的上部分工作 毕竟万一夜间下雨的话 那可是一个大麻烦 只见姚妹先是在上方绑扎起了一个圆弧形的木棍板 这个位置可是姚妹预留的庇护所门洞位置 因此特意地弄断了两根玄锁 并将其绑扎在了门洞的顶部 至于庇护所墙面部分的编织 只需要利用树藤一进一出的 由下道上的编织即可 当然 这个活计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的难度可是不小 毕竟单是工程量极大这一点 就十分地耗费功夫 看看姚妹花费了不少时间 才编织了20厘米的高度 而且耗费的材料也是很多的 因此姚妹需要在编织的过程之中 不断地收集树藤才行 另外便是庇护所的上端部分 受到放射状树藤的限制 那是必须由底部的宽慢慢地向上面收拢编织 加上高度的限制 因此编织时 后面的难度比较大 不仅是需要置身于庇护所中在小空间内编织 而且在最顶部的部分编织时 还需要斜着站在门洞口处编织 加之在空中有着很大的荒动 因此这样的编织工作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 前前后后的 姚妹花费了小半天的时间 这才做到了顶部的收尾工作 最终黄天不负有心人 随着顶部收尾工作处理完毕 整个空中庇护所可算是编织完了 看起来十分地漂亮 当然 庇护所编织完毕之后并不代表着就完了 一人多高的庇护所位置 上上下下可是很不容易 为此姚妹那时砍来了一些木棍 开始将木棍绑扎在庇护所的门洞位置处 底部加装上大石块固定木棍跟脚后 又在中间绑扎上了几根支撑木棍 这样的一来 便做成了一个上上下下的楼梯 以方便自己的进进出出 不得不说 姚妹这一番操作之后 可是美得很 直接抱着狗子便可以轻松地上到庇护所之中 最后再将带来的毛毯拿出来 直接铺设到庇护所内部 睡起来必然是更加的舒适了 看看狗子这一脸享受的模样 那真是惬意无比啊 此时的球妹那自然是 还不能好好地享受庇护所的舒适了 因为今儿的她可是饿了很久 这个时候必须是要来上一顿美食 才能抚慰她的身心 利用打火石和竹木鞋 姚妹那时熟练地升起了火堆来 今儿的话 依旧还是准备食用带来的食物 将食物利用吸箔纸包裹之后 再放入到火堆之中灼烧 便是姚妹最为简单的烹饪方法 火光的照射下 今儿的姚妹显得格外的美丽动人 让人忍不住的就想多看两眼 随着时间过去 不一会的功夫 姚妹的食物也是熟了 一整块的带皮猪肉 看起来很是不错的样子 切开之后更是汁水满满 看得让人食指大动 坐在庇护所上 忙碌了一天的姚妹 可算是能够吃上一餐美食了 美食可以说是 最能抚慰劳累了一天的身心 吃着美食享受着自然的宁静 还有这狗子和猴子的陪伴 真是令人无比的羡慕啊 饱餐之后再舒舒服服地睡去 真是幸福满满啊 因为这一次的庇护所 可是比上一次好太多了 毕竟上一次的姚妹 那是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扎进了猴子堆 一眼望去就看到了好几只猴子 好在自己带来的小伙伴 不仅有着狗子 还有一只小猴子 不过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姚妹还是尽可能地避开了猴群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赶路的时间又多花费了不少 因此今儿的庇护所建设 就做不到精细建设了 姚妹先是利用带来的小脑斧 对着笔直的树木劈砍了起来 这可是建设庇护所的好材料 前前后后的 姚妹一共砍下了八根长木棍 同时利用手工具 对着木棍锯了起来 以便获取到长度合适的木棍 另外 乔妹还在木棍之上合适的位置 先是锯出一定深度 随后利用斧头劈砍 便能快速地砍出凹槽 这样的话 接下来凹槽出对接时 只要利用绳索绑扎牢固 两根木棍便不会出现位置滑移的情况 木支架部分准备完毕后 紧接着姚妹便开始利用 手里铲对着地面进行了挖掘 挖出的地坑用来放置木架子 再将泥土回填夯视即可 这样的三角木架子姚妹一共打造了两组 再在其中间位置处绑扎上木棍作为横梁 两边都对称布置后 不仅是提升稳固性 还能再在横梁之上铺设木棍 上面便是一个离地一米多高的平台 这样的平台距离地面高 在夜间能够有效地避开蛇虫属 提高安全性 木棍的连接上 姚妹直接采用了带来的钉子连接 可以说是方便快捷 而三角架的顶部 姚妹也是直接连接上了一根顶部横梁 最后只需要放置上一块防水布 并且将下端固定在平台之上即可 当然 庇护所还需要做一些伪装 在庇护所周围插上大量的蕨类植物 便是不错的伪装 如此一来 这般安全性不差的临时庇护所便建设完毕了 看起来很是不错的样子 至于今儿的餐食嘛 姚妹带来的大鸡腿可是不错 直接利用油炸即可 不一会的功夫 一根炸的外皮金黄酥脆 内里汁水满满的大鸡腿便做好了 忙碌了一天的姚妹 拿上鸡腿来到了庇护所 随后开始切割鸡腿肉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伴随着美食填补空虚的胃 姚妹浑身的疲劳也是快速地消除着 饱餐之后 再带上狗子和猴子 舒舒服服地休息一夜 绝对是完美的一天 结束上一次的空中鸟巢庇护所打造之后 这段时间的姚妹又带上了狗子和猴子 开启了新的一轮荒野生存 看得着实是让人羡慕猴子的一天 这一次的姚妹来到的区域 是一个荒野老哥的区域 在几个月前 姚妹野外生存的时候 便在附近受了伤 是老哥救了姚妹 因此姚妹这次准备来看看老哥 不过一番查看之下 之前的荒野老哥似乎是离开这里很长的时间了 庇护所周围的杂草已经是很深了 姚妹虽然遗憾没有见到恩人 但是面对下雨天 这一处庇护所倒是能够直接居住下来 随着雨后天晴 姚妹向着将庇护所好好地改造一番 日后老哥回来的话 也算是自己对她的一点心意 将看来的竹子一端披成大量的竹条 并且利用树藤缠绕在里面 将竹条分散开来 这便是一把荒野版本的竹子扫把 用来清理周围掉落下来的干枯树叶 那可是相当的方便 不得不说 认真干活的姚妹是真的很大很白很漂亮 当然 简单的扫地 那自然算不得改造 因此接下来的姚妹 那是手拿工具 开始在附近的山林之中搜寻了起来 最后来到一棵倒了的枯树面前 开始利用锯子切割起了枯树来 这棵枯树的直径可是不小 差不多得有个三十多厘米的样子 好在姚妹不仅有着切割力气 而且现如今的她可是要比一年前丰满了不少 借助体重来压断只剩一点连接的枯树 那自然那是不在话下 就这般的 姚妹先后锯断了几根大木头 并且从高处向下推 将木头送到了庇护所区域 最后再一根根的 将所有的大木头拿过桥取 送到了庇护所的门前 而此时也能够看得出来 在门前的地面上有着一半的区域 都是铺设了树木切片做成的地板 至于还剩下的另外一半 那自然是姚妹接下来的重点工作 拿起手工锯子的姚妹 开始按照4厘米左右的厚度 切割起了木片来 这个工作可是一件持久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活计 毕竟所需要的木片不仅是数量多 而且还要较为严格的控制木片的厚度 前前后后的 姚妹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算是将所有的木头切割完毕 最后获得了一大堆的木片 有了木片的她 接下来便按照从房屋的左侧开始 由左到右的铺设木片 木片的铺设对于姚妹来说 倒是没有太大的难度 只需仅靠着铺设 同时利用木头敲击一番 让木片压实泥土 且尽可能地让地面处于同一平面积构 随着一顿叮叮当当的敲击 最终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姚妹便完美地完成了门前木地面铺设的活计 不得不说 这样的荒野小屋搭配木地面 看起来还真是漂亮啊 做完地面铺设工作之后 姚妹这一生那是搞得脏兮兮的 因此此时的她可是急需好好地清洗一番 不过查看附近之后 姚妹并没有发现适合泡澡的水坑 但是附近倒是有一个不小的水 因此姚妹开始在上游流水清澈的位置处 挖掘水坑 并将大量的石块搬离到一起 围成一个圈 而坑内的小石块和沙子则是用来封堵大石块的缝隙 依次来打造一个荒野泡澡的水池 还别说 经过姚妹这一建设 还真是搞出了一个极佳的的水池来 深度得有个小半米去了 足够她泡澡的 有了水池之后 太阳也是跑了出来 此时的姚妹那可是毫不客气地开始了泡澡的火解 忙碌了半天 浑身的泥土不说 就是大量的汗水都让她感觉不舒服 这回一番清洗之下 简直是爽到底了 美滋滋地泡上一个凉水澡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物后 此时的姚妹那叫一个幸福满满 至于姚妹脏了的衣物和裤子 那自然是要好好地清洗一番才行 不可能直接扔了她 扛着衣库归来的姚妹 在路上还发现了一些掉落的野果 这些果子倒是不错的茶果 拿回到庇护所之后 放入到茶壶之中 再好好地烹煮一番后 倒出来的便是极具清香的果茶了 姚妹喝起来可是美滋滋啊 当然 一天的体力活下来 单单地喝点茶水还是不够的 因此姚妹将带来的牛肉拿了出来 这可是蛋白质来源 同时还有富含维生素的小西红柿 以及碳水的土豆 将它们包裹在细波纸之中后 便可以放入到炉子内进行闷烤了 有一说一 之前的荒野老哥打造的这个庇护所 那是建造得很不错啊 一番烘烤之后 由于火大了些 因此部分小西红柿有些糊了 不过好在土豆和牛肉部分没有问题 土豆外表焦香里面软糯 吃起来可是不错 而牛肉部分虽然略微有些干了 但是浓郁的肉香和景色的口感 还是最让人幸福的 这一餐吃的姚妹那叫一个惬意啊 饱餐一顿之后 接下来姚妹那是直接利用 既是大门又是餐桌的板子 放在门洞处作为床铺睡了起来 主要是夜间梦热 木床的位置太靠里面了 然而令姚妹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一选择 却是让她遭遇到了夜间惊魂 随着时间流逝 大半夜的时候 竟然有蜡条不断地进入到了房间之中 这些蜡条从门洞处的各个角落 逐渐地溜达了进来 好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蜡条还是向着边缘地带 以及高处攀爬 没有跑到姚妹身前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 一大堆的蜡条竟然爬到了 姚妹和小猴子的身前 那时将醒来的姚妹差点给下风了 抱着猴子带着狗子就逃窜出了庇护所 只留下一地的蜡条在风中凌乱 不过姚妹可不是一般的妹子 反应过来之后 发现这一窝的蜡条都是无毒的 因此也是开始一一地将这些蜡条 全部给拖了出来 移出到了房屋外面 不得不说 就姚妹这操作那真是电线杆上挂鸡毛 好大的胆子 夜间被打扰 次日早餐天已经早早地亮了起来 而姚妹历经夜间蜡条事件 那是多睡了不短的时间 不过这刚一醒来 就发现了一根大蜡条 好家伙 这根蜡条可是不小 估计的有个一米五的长度 不过这蜡条似乎还是一条无毒的 这个庇护所周围的蜡条还真是特别的多呀 好心的姚妹还在蜡条身上发现了一根蜡黄 因此特别的将其去除掉 最后便将蜡条送归山林去了 处理完蜡条之后 接下来的姚妹拿上打野刀后 开始在附近收集起了树藤来 不过这次收集的树藤都是比较细的树藤 因此大概率不是用来打造壁布所 准备好足够量的树藤之后 接下来姚妹便开始了编织工作 编织的方法老样子了 十字编织法 六根稍微粗一些的树藤作为固定单 细树藤则是上下上下的穿梭在它们之间 来回的编织之下 便能够形成大量的树藤编织网面来 这项工作姚妹可以说是太熟悉了 不过这一次和之前还是有差别 姚妹将编织网编到一定程度后 便向上卷了起来 同时将四个粒面连接处连接在了一起 直接编织了一个树藤篮子的模样 而这一次 她的目标正是编织出一个树藤篮子出来 花费了不少的功夫之后 篮子的篮身部分便算是编织完毕了 随后便是如何处理篮子的手把部分 姚妹采用的方法十分的简单 将上端没有去除掉的多余的树藤部分 直接收拢在篮子的两端 便是手把的连接材料 中间多余的树藤部分 则是需要一一的切断去除 并且进行收编工作 让篮子边缘看起来美观 两端的手把部分则是直接连接在一起 再采用树藤锦绑扎即可 这个绑扎过程需要树藤锦密靠着 这样的不仅仅是劳实不说 而且还很美观 提起来的时候握感也是极佳的 不得不说 姚妹编织的篮子那是真的很不错的 即便是拿去出售 也是能够卖出个好价钱 有了篮子之后 姚妹便来到了附近的竹林之中 这段时间的竹笋还是有不少的 虽然稍微的有些老了 但是依旧还是能够取出鲜嫩的部分 拿到水边之后 姚妹便开始去除笋盒 收集起了鲜嫩的竹笋部分 这个时间里 最幸福的那肯定是小猴子 看得我都想化身成为一只猴啊 最终所有的竹笋清理完毕之后 姚妹可是收集到了一篮子的竹笋 那叫一个幸福满满了 而在回去的路上 姚妹又在溪水之中有了新发现 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河鱼在游液 那可是好东西 细细观察一会之后 不仅是河鱼 还有这泥丘以及螃蟹等河鲜的身影 这看得姚妹那是当即动起了手 对着一条泥丘就出了手 还别说 姚妹抓泥丘的功夫不错 一击得手 直接拿捏住了一条泥丘 随后的时间里 姚妹接连不断地对着鱼儿下手 山间水浅 平日里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鱼儿行 那是逐一地被姚妹击破 其中最惨的当属于泥丘部分 毕竟不到二十分钟 姚妹就抓获到了不少的泥丘 怕是得有个十条左右 关键是里面的大家伙还不少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姚妹可是没有停手 依旧是继续地抓起了泥丘 毕竟泥丘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 有着水中人参的美誉 最终一个小时的时间 姚妹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直接搞到了一大堆的泥丘 当然 搜集到的鲜嫩竹笋自然也是不可能扔了 姚妹将它们一同装入到了树藤篮子之中 随后全部地带回到庇护所 为了烹饪鸡的餐食 姚妹还特意地在周围的土堆处 利用铲子挖掘出了一个火坑出来 至于柴火的话 之前剩余的木材可是不少 直接劈砍成小块之后 便是极好的柴火了 这样的活计必须好好观摩 放置柴火也是有技巧的 将它们立即靠着放 下方便有不错的空间 再来上一点没有之后 打火时机发下 瞬间就燃起了高高的火焰来 这个时候还不着急 让火多烧一会 同时姚妹也可以先将食材处理好 以方便后续烹饪 将新鲜的竹笋 以及大量地处理干净的泥丘放在一起后 再放入酱料来回地揉搓均匀 最后再用锡箔纸将它们一同包裹好 而这个时候 炉火内的木材也烧得差不多了 几乎都是木炭了 直接用它们覆盖住食材即可 至于主食的话 姚妹可是带来了一瓶子的大米 今儿的话主要是搞两节竹筒饭出来 利用芭蕉树叶封堵住竹子之后 便可以放入到炉火之中烹煮 伴随着炉火的灼烧 竹筒之中香气慢慢地弥漫出来 而姚妹则是在一旁逗逗小猴子 好不惬意 直到夜幕来临 姚妹的食材才算是彻底地熟了 小心翼翼地将其慢慢打开之后 竹笋的清香和泥丘的肉香那是扑面而来 看起来也是十分的有食欲 姚妹那是迫不及待地来上了两口 实在是太美味了 而后的她又开始将竹筒一片片地撕扯开来 很快地就露出了软糯的竹筒饭 就这样 姚妹一口竹筒饭 两口泥丘和竹笋 美滋滋地开吃了起来 竹筒饭的竹子清香搭配米香 泥丘的肉香 以及竹笋的脆爽 吃起来真是过瘾 当然 小猴子和狗子自然是不能少的 两个小家伙最爱的便是泥丘了 吃的那叫一个认真了 美滋滋地饱餐一顿之后 姚妹又将刚刚当作桌子的大门 拿进屋来作为牧床了 抱着小猴子和狗子 开启了今儿的美梦时刻 美滋滋地休息了一夜之后 次日一早的姚妹 又开始了她的新活计 在丛林之中劈砍起了粗壮的树藤 看这些树藤的粗度 大概率不是用来编织的 毕竟姚妹砍的数量可是不少 要知道之间唯一一次使用粗大的树藤 那还是建设空中庇护所的底盘 用过四五米的长度 而这一次 看看光是这一捆的总长 怕是就得有个二三十米去了 收集到大量的树藤之后 随后姚妹拿出了锯子 开始按照自己计划的长度 将树藤一一地切割成段 这部分活计可以说是重复且时间长 看那一旁的狗子和猴子那是呼呼欲睡 而且切割好之后 还需要将树藤的两端都给削尖采写 大量的数段又是一件十分耗费时间的事情 好在姚妹都坚持着全部处理完毕了 随后的姚妹 那是拿来了兵工产 开始对着地平边缘位置挖掘了起来 在下方外挖了一个个的深坑 至于有着木片的位置 那是先将木片都给拿了出来 随后继续地挖坑 目前还真是猜不到姚妹是要打算建造什么 不过当坑洞挖出之后 这下便看得出来了 在木桥进出位置口处 姚妹那是直接搞了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树头 费了不少的力气 将其弯折成了幽形 树藤的两边正好插入挖出的两个坑内 随后将泥土回填并且充分地夯实 以免树藤倒塌 同时姚妹还利用自重 好好地给树藤修了修行 而后在大树藤的两侧 姚妹便如法炮制 将小的树藤给围了上去 并且采用细树藤在两组树藤连接处进行绑砸 好家伙 搞了半天 妹子竟然是准备将地平边缘搞出围栏来 而围栏的造型便是交错的幽形树藤 还别说 虽然处理起来很费力气 但是这造型还真是不错 十分的漂亮啊 而且为了稳固 后面交错的小树藤上端 姚妹也是采用了树藤绑杂 确保了整体的稳固性 就是所需要的材料真不少 光是左侧的树藤 就花费了24组 而且右侧还有着同样的长度 不过这对于提前准备好材料 以及经验丰富的姚妹来说 难度是有的 但是不大 就是耗费时间多 一起看看处理完毕之后的现场吧 真不错 为了庇护所看起来更漂亮 姚妹还在周围寻到了一个树根 造型十分的不错 那是被姚妹直接给搬回到了庇护所 并且在庇护所合适的位置处 开始挖掘了起来 准备给这根漂亮的树根安一个家 为此这个挖掘的地坑深度可是不浅 地坑挖掘完毕之后 接着姚妹便将其给放了进去 不过是树根在外的放置 并且采用了石块和泥土夯实 还别说 这树根在外面 看起来似乎就是一棵树一般 只是没有了树叶 不过树根的颜色倒是十分的漂亮 完事后 姚妹还将树藤上多余的根须修整了一本 随后又拿上了没有用完的树头 开始编织了起来 这一次本以为姚妹又要编织一个篮子 但是没想到编织到七八厘厘米的高度后 中间还专门留了一个空缺 而随着继续编织而去 顶部又是慢慢地收拢在一起 并且空缺部分也给收拢了 这样便是中间有着一个孔洞的蜂窝一般 相当的奇特 当姚妹将其挂在了树根之上后 这些可是看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窝 果不其然 一旁的小猴子那是迫不及待的 就钻了进去 看起来对于这个树屋 小猴子可是喜欢的井啊 随着新的一日到来 昨儿忙碌了一天的姚妹 依旧还是早早地就开始干起了活来 寻来了一个大木头后 利用锯子开始切割起来 不得不说 姚妹在荒野美女之中 单论颜值的话 轻松能够杀尽前三的存在 处理完木棒之后 姚妹又在左侧的角落处 开始挖掘起了深坑来 接而依旧还是继续改造庇护所的节奏 在挖掘完毕之后 紧接着姚妹便将粗木棒给搬了过来 立起来放置下去后 又开始回填泥土夯实 不过这露出地面七八十厘米的高度 一时间还真看不出来用来做什么 这掀开的木片 自然是要恢复的 随后的姚妹可是没在庇护所 而是再次来到了林中 开始收集起了粗树藤 由于之前好收集的树藤部分都给她看了 这次的树藤的位置可是在高处 为此 姚妹还出现了意外 直接摔了下去 幸运的是姚妹只是受到了少许的擦伤 问题不大 稍微修整一番后 又一次地拉扯起了树藤来 这妹子还真是坚强啊 最终姚妹成功地收集到了一根粗树藤 另外还有只不少的木棍也带了回去 木棍部分 中间稍作劈砍之后 两根木棍便能按照十字链接起来 在采用树藤进行绑扎之后 姚妹还采用了细树藤 开始围绕着终点位置缠绕了起来 缠绕的方法可不是单骨树藤 直接移上一下的缠绕 姚妹采用的是双骨树藤交叉缠绕 出来的面才会更加的牢靠 不过所需要的树藤真的不少 毕竟看看十字的宽度 姚妹正是打算将树藤缠绕到边缘的节奏 而且缠绕到直径30厘米时 就必须在中间增设细木棍 否则后面缠绕时支撑点不够 在中间加装上了四根木棍之后 接下来便是重复再重复地绕绕工作 后续随着直径继续地增大后 还需要再次增设八根支撑木棍 并且继续缠绕 这样的活迹也就是姚妹比较有耐心 换其他人那真是难以维持下去了 最终姚妹直接编织出了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圆盘 然后那根很难搜集的粗树藤便有了用武之底 将其围成一个圈 利用树藤绑扎合在圆盘的边缘 再联想到之前的那根粗木棍 这个圆盘大概率是放在上面的桌子面板 临近收尾工作的时候 小猴子这小家伙还上去捣蛋 真是一只小可爱 将桌面圆盘的外圈处理完毕之后 多余的木棍部分还是需要一一的切割掉才行 处理完后便是一张大圆盘了 随后姚妹便将圆盘放在了粒柱之上 果然是一张桌子 粒柱和圆盘的连接处 姚妹直接采用了钉子连接 十字木棍两端加装四根钉子 牢靠性可是极佳的 就此 姚妹的这一张荒野桌子便算是制作完毕了 看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美观啊 不过桌子制作完毕之后 姚妹依旧还是没停手 又搞来了长圆盘 开始切割了起来 按照所需的长度 将圆盘剧断之后 这回还需要继续地处理圆盘 姚妹观察了一番之后有了主意 她将打野刀给拿了出来 随后对着圆盘劈砍 将切割好的圆盘一侧砍出了尖端来 这根长圆盘的放置位置 姚妹选择的是桌子的边上 尖锐的端部也是为了方便扎入泥土 一番扎土之后 立柱便立了起来 不过这事还没完 还需要来上一顿锤鸡 将其狠狠地横入大底 这下这个木棍才算是稳稳地入土 而在其顶部 姚妹那是要了一个更大的圆形木墩 利用钉子将其固定在了上面 这便是一把椅子了 今儿的工程量巨大 但是没想到吧 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姚妹还真是会玩 随着外面下起了大雨 沿着忙碌了两天的姚妹 也是带着狗子和猴子 悠闲地休息了起来 同时姚妹也回想起了自己的荒野之力 尤其是前几年的时候 她还没有那么丰满的时候 那会的姚妹虽然是新人 也是荒野一把好手 让我们一起回看一下姚妹的过往吧